在新经济股强力冲刺带动下,加上外地股市继续做好,使得港股昨日迅速完成了即市调整,再纳升轨,最高时行指升至26,299点,最低为25,849点。 上落波动400点,收市报26,129点,升153点,全日总成交1,961亿元。 较前略减,估计与市放在高位有较多的反复,令入市者转趋审慎有关。 腾讯表现无与伦比,前日略回,昨日即大步冲上,不断破顶创新高,该股最高见546.5元。 大升30.5元。升幅6%,收市为543元。升27元。升幅5%,虽然腾讯的执行董事兼总裁刘次平先后以均价497元及522元减持腾讯,并未因此影响了该股的表现。 反而有更多的买家蜂拥而至,以昨日收市价计,刘次平已沽出价明显吃亏了,同腾讯拍住上的环友美团。 以全日最高价199.8元收市,升14.8元。升幅8%。腾讯成交148亿元。 美团成交64亿元。二者加起来已占全日总成交一成多。 可见买卖集中和刺热的程度,除腾讯、美团外、京东、阿里巴巴、网易等,都有2%至3%的升幅,同新经济股相比。 旧经济股中的本地地产股和银行股都情弱。 汇控是最差的一元。使全美国有限制香港的本地银行兑换美元的想法。 这是又一种选人不利己的行为。限制人兑换美元。将使美元的国际地位和使用受到重大影响。 对其不断靠家印钞票去填赤字的做法也是开倒车之嫌。 对此,大家要密切注视特朗普是否真的出招。 汇控昨日以低价37元收市,跌于4%。 都市拜该全然所赐。 恒指26,000关失而復得。 大使的表现不弱。 不过由于以处高位。 近日升幅也相当急速。 故在大幅上扬的机会尿比较少。 代资是个别发展。 在26,000至26,800之间多上落几次。 以打稳基础。 对后市有好处而无坏处。 跌得多的落后股值得考虑。 以前介绍了月海00270。 现在占一只上海实业00363。 行车5163。